妹妹是一個很神奇的生物 沒有的很想要 有的想要彈療 雙方唯一共通的認知是 二次元的妹妹才是最棒的 這一季有很多親兄妹檔 光是人氣比較高的組合就有 周房組、新野組以及溫水組 異兄異妹不會拿出來討論 一來他們沒有血緣關係 二來彼此不熟 在這兩個條件下 發展出戀愛關係比較正常 這次要討論的三組都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妹妹都是胸控 控到什麼程度呢? 開頭先賣個關子 以目前的動畫進度來說 要比較仔細介紹他們有點困難 畢竟戲份不是特別多 所以這期節目會稍微劇透一點後面的內容 沒有辦法接受劇透的觀眾 還請斟酌觀看 在節目開始前 先來介紹本次的乾爹 有閒購物 有閒購物可以說是台灣線上秋葉原 各種ACG相關周邊 電玩、遊戲片、電器、商品等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不只商品種類繁多 最重要的是 有大量折扣活動在等著各位 對應久久購物和中秋節 有閒購物推出揪力拜物語活動 活動期間天天免預費 9月7日到9月13日 久久購物天天折99 我的英雄就只有你 在這邊只要寫下暱稱 一句公仔形容詞 以及一張美圖 有閒就送你30先錢 購物折上折 還會選出最用心的投稿者 贈送我的英雄學院劇場版 You're next 電影票兩張 除此之外 每月5號、15號、25號的首華日 全佔買滿1500 立刻折300 萬一這幾天剛好沒有找到想要的月念物 玩具全月也都有滿1000折80 滿299免運的優惠 如果不知道想要什麼 可以到ACG情報局 帶回月念物後 只要寫下開箱文 有閒最高送你800元購物金 自己的錢自己賺 讓你把喜歡的事物通通變成錢錢 現在點擊下方連結 一起來尋寶吧 這三組妹妹不只胸口 根據不同組別 還有一點德國骨客的味道在 什麼是德國骨客呢? 這個說法來自於微博的一個傳聞 漢話組的一名成員和自己的妹妹發生了一點什麼? 好巧不巧 發生的途中被父親抓個正著 父親一怒之下打斷了兄長的狗腿 兄長只好透過網路聯繫德國的骨客看病 治療好上次後 據說兄妹二人跑到國外 頂正結婚了 兄長也順利重返工作崗位 可喜可賀 後來德國骨客就被引申為 親兄弟姊妹間的推導行為 在現代價值觀中 普遍都不接受德國骨客 但有意思的是 各國的神話傳說中 都有兄妹結合的事蹟 像是福西和女娃 伊邪娜奇和伊邪娜美 宙斯和赫拉等等 會有這些傳說 當然不是因為古人比較開放 而是因為他們非常重視所謂的血統和習俗 事實上 在歷史和文化的不同時期 兄妹或姐弟之間的婚姻 曾經被允許甚至被鼓勵 舉例來說 古埃及、古波斯、古羅馬和古希拉時期 當然 被鼓勵的都只有王室貴族 跟平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到了現代 允許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結婚的國家 也只有瑞典 而且必須要獲得政府的特別許可 也就是說 萬一有血緣關係的親人是真心相愛 那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得不到社會的認可或名分 或許有人會說 沒認可又怎麼樣 只要有愛就好啦 唉 事情沒這麼簡單 除了親朋好友高機率反對外 兩人也得不到法律賦予的權利和保障 就算這些兩人都可以克服 但你們知道嗎? 除了日本外 其他九成九的國家 都有用法律、明文禁止、兄弟姐妹之間發生什麼或結婚 德國、英國、美國、加拿大、台灣都一樣 而且是屬於刑把、非高速乃論 就算你情我願也是犯罪 當然啦 就實務上來說 只要當事人口風夠緊 政府單位也不可能閒閒沒事的去查 就算有人檢舉 執法機關也非常難以收證 行動了基本就是在浪費司法資源 所以這種法律的存在 比起說是要 處罰、嚇阻、警告或宣誓的意味比較濃厚 大部分還是懶得管 欸? 這邊要再次強調 剛剛講的那些全部都是你情我願、非強迫的情況下有了什麼 一旦違反意願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 另外 本節目不鼓勵任何犯罪行為 普遍上來說 親兄弟姐妹間99.99%不會對對方產生慾望 為什麼呢? 科學家有給出了幾個原因 一、不論是心理上或基因上 大多數的動物都會自動地避免進行繁殖 避免降低遺傳多樣性 導致基因交衰退 二、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三、兄弟姐妹之間的角色通常是合作和支持 而不是戀愛 一旦建立起共同經歷、互相支持和家庭歸屬感 那就很難出現所謂的戀愛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有的夫妻久了會說少了一種戀愛感 或許有人會說 啊不是有遺傳性吸引 所謂的遺傳性吸引指的是 長期分離或第一次見面的近親之間 可能會發生的強烈吸引力 這種吸引力可能源自於 對自然聯繫和相似基因的無意識認同 這種說法聽起來煞有其事 但其實有幾個問題 首先 遺傳性吸引的科學研究相對有限 沒有足夠數據可以佐證這個現象的存在 再來 這種現象通常只會出現在那些 成長過程中沒有一起生活的親屬 像是春日野兄妹 而今天的三組都不符合這種條件 所以說 今天的三組如果出現骨科行為 那就不能單純用遺傳性吸引來解釋 他們會喜歡上熊長 最好還是用 這是二次元的想法來切入 首先是中房兄妹組 所有有希派都要面對一個事實 有希跟正晉不可能搞骨科 機率是零 雙方都沒有這個意思 有希並沒有對正晉具備明顯的戀愛感 這一組的家事顯赫 來自古日本貴族名門 周房家 正晉是周房家的神童 他行動的結果只有好和超級好 這樣的一個人本來被視為周房家的下任家當 然而 自從得不到母親的忠心讚美 加上外公給的期待壓力過大後 正晉又開始慢慢擺爛 母親對正晉的態度之所以出現轉變 主要是因為跟父親的不和 雙方甚至決定離婚 既然正晉不想待在周房家 那自然跟爸爸走 而周房家的期待就轉為落到了有希的頭上 而這也是為什麼正晉對妹妹有一股虧欠感 有希小時候體過多病 正晉非常照顧她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身體完全康復後的有希非常兇控 現在問題來了 有希對正晉抱有戀愛感嗎? 雖然戀愛感的體現因人而異 但通常有以下幾個特徵 1.有希有經常將注意力集中在胸掌上嗎? 有 但可能只是覺得胸掌很好玩 會想瞭解正晉 2.有對胸掌興奮和心跳加速嗎? 恩...應該沒有 不然不會開一堆性方面的玩笑 3.想要更接近對方的身體嗎? 恩...應該沒有 起碼沒有正面描寫有希想問老哥或是想上老哥 4.會關注正晉的各種小動作、小表情嗎? 有 但跟迷戀的偷看還是有點區別 5.會願意為正晉付出嗎? 會 但是是因為正晉很照顧她 6.會幻想兩人的未來 甚至計畫共同生活嗎? 我想應該沒有 7.會嫉妒正晉旁邊要好的女性嗎? 恩...一點點 但小說中後期的有希甚至會助攻愛莉 基本沒有想獨佔老哥的意思 以剛剛提到的這幾點來說 最危險的2367點有希都沒中 另外三點則有很大的解釋空間 所以綜合評估下來 有點難說有希對胸掌懷抱著戀愛感 有希的這份感情離社會的底線很顯然還有一大段距離 兩人的互動更像是親人間的幹話 雖然我嚴重懷疑現實中的家人真的會跟手足開性方面的玩笑嗎? 開了這種玩笑感覺不會跟男生的手碰在一起一樣怪嗎? 有類似經驗的觀眾請在下方分享你的看法 第二組 星野兄妹組 這一組跟另外兩組有根本性的不同 一 他們都有上輩子的記憶 並非是從有記憶起就一起生活的手足 二 莎里奈在跟醫生相認前 露比並沒有出現任何胸孔的跡象 就很普通的將阿克雅視為哥哥 沒有在此之外的感情 然而 自從相認之後 露比看阿克雅就完全變成另外一種眼神 從露比的反應我們可以確信 露比喜歡的是 阿克雅體內的醫生 相認後 我想露比對阿克雅有戀愛感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露比會經常性的注意阿克雅 會留意阿克雅的小動作 會對阿克雅心跳加速 會想跟阿克雅接吻 會想為阿克雅付出 會幻想兩人的未來 露比頂多沒有嫉妒佳奈或小倩而已 老實說 我真的很期待 如果知道阿克雅喜歡的是自己重要的好友 露比會出現什麼反應 沒相認前 肯定給予祝福 但相認後... 嘖 難說 真的難說 露比17年來都是跟自己同年齡的阿克雅為兄長 相認後就將阿克雅視為醫生 如果阿克雅開了綠燈 我就不相信露比不會鋪上去 但阿克雅不可能開 出於尊重醫生的意志 露比應該也不會敢真的越界 或是說 這個作者不敢讓露比越界 畢竟兩人真有什麼 我看不只會上推特趨勢第一 恐怕連圈外都會知道 我推的男女主搞上了 嗯 老實說這樣也不錯啦 其實就算我推的復仇主線跑完 也還是可以跑回戀愛線 或是跑星野雙胞胎的演繹路線 這個路線也只不過是回到我推的初衷而已 只不過 非常遺憾 原作的赤板老師想盡快放原畫的橫槍老師自由 電影片也被定義為我推的最終章 所以應該看不到兩人真的有什麼的那一天吧 當然 我很推薦連載結束後 橫槍老師以同仁的身份 補足一部分讀者想看的內容 我相信同仁本一定會賣到翻掉 老師也會畫得很開心 完全就是Win-Win 第三組 最近爆紅的溫水兄妹組 以動畫目前進度來說 想必只會覺得妹妹家術哪裡怪怪的 或是只覺得她很可愛 可看到後面可能就只會覺得這個妹妹有點恐怖 家術和溫水差了兩歲 或許是因為溫水很照顧家術 家術非常黏她 黏到什麼地步呢? 在國中以前 家術每晚都跟溫水同床共整 這父母看不下去才阻止家術繼續這麼做 然而 家術還是一逮到機會就會溜到哥哥的床上 哥哥不知怎麼的也沒有發現 那不過是一起睡 還好吧 放心 還遠遠不止這樣 家術理所當然地跟溫水上了同一組國中 不論上下課 家術一有空就會溜到溫水的班金 遠遠堅持著自己的兄長 全校有不少人都知道家術是個跟蹤狂 而且家術也絲毫不掩飾自己對兄長的關注 再來 家術和溫水兩人共用了月曆和銀端硬碟 也就是說 家術完全掌握了溫水的行動 家術也樂意讓溫水知道自己的行動 動畫中有一幕 一行人到了海邊 虎毒學姐莫名其妙地拿了紅豆飯 這玩意就是家術給的 家術不只跟堅 哥哥看過的清小說 家術也全部都會看過一遍 進度還比哥哥快 有一次溫水回到家 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 溫水藏到書櫃深處的魅戲清小說 他們家的父母基本不會動兩人的東西 所以只會是家術幹的 說真的 這種尷尬場面足以匹敵 被母親發現家中有母子的本本 或是母親把兒子的成人玩具拿去洗乾淨 晾著 某一次的餘人節 家術衝到溫水懷中大喊 我和兄長大人沒有血緣關係 現在可以馬上結婚 被溫水點破是餘人節後 家術只是可愛的吐出舌尖 跟朋友聊天時 家術更毫不掩飾自己對兄長的想法 以下節入至家術本人的說法 只要讓兄長大人沒有家術就活不下去 也許就能永遠的在一起 年紀小就是優勢嘛 等兄長大人決定出路了 再進同一個大學或公司就好了 或者乾脆讓兄長大人重考吧 這樣在一起的時間就更長了 最後只要家術工作養他 如何? 已經跟病教幾乎沒有區別了 對吧? 更恐怖的是 家術真的有能力完成這份邪惡的計畫 而且溫水還會渾然不知 還有一次 家術拿了自己親手撰寫的小說 給溫水閱讀 內容大概是 親兄妹私奔了整整十年 妹妹就像普通妻子 完美地照顧著哥哥的生活起居 然而不確定什麼原因 哥哥居然對妹妹說 也許我們暫時保持距離比較好 分別前 哥哥問妹妹 一個人沒問題嗎? 妹妹摸著微微隆起的腹部說道 別擔心 我不是一個人 親妹妹給自己看這種小說 不過溫水當然不知道該擺出什麼樣的表情 試想一下自己的手足如果給自己看類似的東西 呃 兄弟就是給BL本 姐妹就是百合本 都是18禁的那種 嗯 光是想像就覺得有夠恐怖 這根本不是戀愛喜劇 是鬼故事了吧 家術的小動作還有很多 這邊沒辦法一一介紹 但光是提到的這些 再加上每集的下集預告 就完全符合所謂的戀愛感 有意思的是 家術其實可以接受兄長和其他女性交往 甚至會幫忙撮合 當然 這名女性必須得到她的認可 像是社團中的三人 她都認為是非常棒的人選 從家術不打算獨佔溫水看來 我們可以推測家術深知哥哥對自己沒有戀愛感 兩人與情與理都不可能成為一對 所以家術可能想退一步 找一個能夠接受自己的女性來當兄長的另一半 家術在跟其他人爭執時有說過 兄妹雖然不能一直在一起 但是兄妹的關係會維持一輩子 總結以上三組 週房兄妹組最不可能骨科 雙方看起來都沒有那方面的意思 星野兄妹和溫水兄妹則有一點點的可能 只要兄長開了綠燈 兄長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人乾 不過考量到兩名兄長的人設 這一天不可能會發生 媽